丰席去年升格当二宝罢了 对啊 好快喔 你在家里完全就变工具人 对啊 我在家里的地位瞬间跌落这样 因为现在 哎呦喂啊 对 因为现在老婆的 哎呦 对 老婆的重心都在小孩身上 大宝二宝 两个都有儿子嘛 对对对 我想 诶 左边那张应该是老大 中间那个是老二 然后最右边那个其他女生 那个是老大 对对 就是 他们呢 因为小朋友一定最爱妈妈 这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我儿子只有在要玩玩具 要买玩具 要偷吃零食 要我陪他玩的时候才会找爸爸 可是小朋友如果难过啊 要睡觉啊 肚子饿都会找妈妈 所以我在家里面就是他们 我有点像他们的台庸啦 台庸 还有提管机 对对对 我大儿子啊 还会 就半夜睡到睡到半夜爬起来说 爸爸 他说他要妈妈陪睡 他要妈妈陪睡 有时候我陪老大了 他说不要 爸爸出去 叫妈妈陪睡 他就叫爸爸出去 所以你看老婆跟儿子之间 你说什么 诡异的互动 对啊 让你觉得我不能理解 诡异的 就这个 这个我完全不能理解 闻脚 脚丫为什么要闻脚丫 妈妈妈为什么要闻脚丫 是有那个味道会很香 我们养狗的也会闻狗狗的脚 我的天啊 你没有这么乱 狗狗脚 猫咪脚很香 我老婆我闻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拍戏嘛 她闻完之后我回到家 她也要我一起闻 我说你有一点恶心 我说她还没有闻脚 对啊 你们有闻过 对啊 你们有闻过对不对啊 所以也是摇头说奇怪 妹妹啦 但是这是有研究的 闻头发 口的脚有一个 等下说有个 她有个杏仁味 但你不觉得她都会踩那个吗 踩大便 对啊 你真的没有很爱她 对啊 就是她有一些举动 让人匪夷所思啦 今年亮景要发行单曲 对 她自己有活 要发行单曲出唱片 对对对 然后你就自己担任MV的导演 对 那种歌天丁妈嘛 对 那种歌也是我写的 也是我第一次写台语歌 什么妈 对 天丁妈 天丁妈主 天丁妈主 天丁妈 然后就是 电丁我给我写完之后呢 是要给平行天丁妈的 他们的那个宫庙的 送给他们的 然后是摇滚风 那本来是我要唱 我唱完天丁妈之后 他们庙主也说 风起啊 你的台语 好像没练等 没标准 对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 牵你老婆唱 因为老婆八点党演员嘛 高雄人 台语比较地道 然后就是好 然后就是我写那首歌 就给亮亮唱 唱得真的还不错 天丁妈 对 那我想说 既然歌都写了 那拍MV嘛 我想说让他 因为他这辈子拍那么多戏 他在音乐上 没有自己的作品 我说那这样我当导演 我帮他去租那个 虚拟摄影棚 全程3D动画 就是妈祖现身 跟那个水蛟龙对打的 那个古装动画 对了 然后他就负责在前面唱着 唱得很帅这样子 对对对 帮他拍 这MV花很多钱喔 光是你们看到的背景 那个棚啊 那个棚还有那个动画 大概110几万 拍了多久啊 一天喔 八小时 不能再多了 八小时 因为再多的话要再加钱 他的虚拟摄影棚啊 他就是很大一片 LED棚 对 LED棚 然后整个就是 360度全开这样 你现在一讲喔 那杨昀姐也是制作人 喔 姐姐可以去 他心里所有的数字就出来 你很贵 喔 很贵 我都考察过了 你当导演 当然除了这些硬体之外 你还要 你还要教你老婆演戏喔 不是演戏啦 他是八点档职业的耶 叫他唱歌 叫他表现唱歌 因为他演员 就是演员就是有剧本 人设设定好 投入角色 都演别人 没有演过自己啦 他只有这个机会订他而已 对 之前拍剧都是嫂嫂订他 就是他教我 现在我难得有机会教他 我跟他说你唱歌的时候不要 因为他会紧张 因为他没有 就像杨昀姐说 他没有演过自己 我说现在就你一个人 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你就是主角 你就把你全部的实力 发挥出来 你就耍帅 所以他才有那个表情嘛 想说你也有这个机会教我 对 他害怕 他害羞 因为他唱歌 就很奇怪 拍MV咯 我们MV就是很帅嘛 对 借麦斯丁这样帅帅 他不是 麦斯丁给他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 我就这样唱 我说你在唱国歌是不是 立正站好干嘛 对 放松一点 然后可以帅一点这样子 你爸妈没有去现场看吗 那一天吗 没有耶 还好 不然拍不完 真的 你真的 真的 真的 我爸去还得了 你爸去还得了 我爸去 不得了 他们会以前辈的姿态 对 开始交东交西 这个不行 然后一定要跳这种 我的天 大概想要讲 我的天啊 我直接把那个麦斯丁开 我直接把那个麦斯丁开 等一下 宽哥看到打什么 真的 对啊 像我爸妈那天没去 没有 只有我们工作 也不太会跟爸妈讲 就是我们自己在工作 对啊 所以那一天其实 就是也要赶时间 在八个小时内把它拍完 什么时候看得到 8月29号就发了 对 这首歌 然后含MV含全世界数位发行 这首歌 对对对 就是我的第一次台语歌 中国风结合摇滚 然后也是亮亮的 第一首个人单曲 你小时候出过家 是 然后你 后来 我们听过你说 等你两个宝贝长大了 然后 你还要再去出家 什么意思啊 那时候就是他们有说 因为以前出过家 有那个 种那个姻缘嘛 有那个缘分 那将来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那其实现在是有 就是 我这时候是跟他说 生我的走了 我生的大了 然后老婆安顿好 其实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 就可能还会再去这样子 对啊 就是有这个想法 哇 那老婆听到这个 一定很伤心吧 会不会 不会 你赶快手 对对对 他现在应该还好啦 他现在重心在小朋友身上 主要是也把他安顿好 对啊 妹妹那个时候 可能也自己有家庭了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其实就没有什么牵挂 这样出家会比较快乐吗 应该说 还是出家不是快乐 出家是 出家平静 没什么烦恼 出家没什么烦恼 对 出家 因为在那个环境下 要有烦恼也很难 也没什么烦恼 没有烦恼 我觉得出家就是还蛮快乐 还蛮清静清幽的 对 真正的烦恼都是 回来之后 可是这个又是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人家会说 红尘中好修行 因为你在出家的时候 你没有遇到任何的逆境 所以你不知道自己修行多好 你来到红尘 遇到一堆逆境 这个时候才能显现出 你有没有修行 你懂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来 请教一下 张胜书老师 哪些只为命格的人 建议一生可以出家一阵子 真的有这种人喔 短期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福德功啊 福德功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生活的态度 其实出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嘛 所以我们常有时候说出家能够挡煞 它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们来瞧一瞧 好 瞧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福德功有天机星的朋友 所谓的挡煞的概念是什么 我还是讲故事好了 好 我们在宋朝末年有一个小官 他姓刘啊 也不知道他是对老板不爽呢 还是对得罪的老板 他就说身处乱世啊 还是出家为生 可以避开风险 所以他就隐居了 真的就出家了 可是他等待时机喔 他等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元朝成吉思汉的后代 忽必烈 人家介绍他 忽必烈说 这个人人才啊 当和尚 把他请来 变他的第一谋士 所以后来元朝的成立 这个元就是他取的名字 然后北京城是他建起来的 因为当时元朝定都在 大都嘛就是北京 所以你看我们刚讲 和尚为什么 比如说社会里的竞争很多 宗教谈的是与世无争 对不对 可是我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等待更好的机会 所以像天机星啊 他不是不要竞争 他会觉得乱世我争不了 我还不如等待好老板出现 我再出来 等不到就算啦 以前诸葛亮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隐居嘛 而出家是一个很好的隐居的方式 所以这叫天机星 我们看下一个 贪狼星 贪狼星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 我有耶 老师我以为我是贪吃掉死 不会出家的耶 不不不 你这样 佛家三读说的是什么 贪撑吃嘛 对不对 所以离得贪 我家所谓的八苦啊 生老病死啊 爱别离愿政会求不得啊 其实贪狼的贪代表说 我欲望太多了 我想要的很多 可是真正要的并不多啊 所以贪狼这颗心啊 以前都说碰结空四煞 为生人 其实是什么 当我今天拥有了 在我失去的时候 我反而就可以悟到了 因此这样的人 当我拥有了 又失去了 我就悟到了 悟到什么 原来得失没有那么重要 年轻的时候会觉得 我一定要得啊 这才叫贪嘛 我永远不要失嘛 对 可是当你真正失去了 你才会发觉 原来如此啊 这就是所谓的悟到 知道吗 悟了没 房子货给我就悟了 对了 哇 那悟得也太大一道了吧 开悟了 所以贪狼所谓的出家出家 其实是什么 舍弃得失心 一旦得失心没了 看世间每件事情 都是什么 开心了 你会发觉 失去的东西 就像布袋和尚讲的 行也布袋 做也布袋 放下布袋 何等自在 那个就是什么 求不得苦 对不对 背了房子有房贷 背了子女有小孩 尿布 你都不背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舍弃得失这样的思维 对贪狼来讲很重要 好 再来第一个 天涼于心 第一个 风琪 师姐 小姐 我刚才有来跟你说 你就会给你 我都没家了 你都没家了 我得失不看在心里 算吗 你现在就已经在家这就对了 对 你看风琪也是啊 天涼也是在福德 福德宫 福德宫 你看你命宫的上面 天涼 天涼 没看到 所以你都是有天涼 那没有天涼 都没有天涼 可是天涼本质上 为什么叫宗教之星 宗教的本质啊 其实并不在出世或入世 而在什么 我想追求生命的意义 所以熟世的所谓的名利 那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否则就像你讲 我有三家屋 我为什么要买到 为了追求 我生命的意义是要做什么 对 发光发热在哪个位置 对 这才是真正的追求 所以你可以叫你隔壁 给卖几栋试试看 对不对 人家快买买 自己享受 对啊 我们是要说奉献 你会享受 这样说 因为人生真的短短的几十年 到底追求的意义在哪里 这时候生命的意义 可能远比其他的成功意义 都还要来得高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 出家也好 或者是在成缘也好 其实最常讲的一句话 欲出烦恼 虚无我 所以刚刚讲抛弃我执 各有前因莫现人 谈得还是因缘 因缘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因此我觉得 它没有不好 可是你成缘要先了断 否则就算出家 化缘 化的还是成缘 对